巨大键盘演绎怎样的绿色传说 贬值绝技展示童古人心灵手巧 究竟如此又何魅力 敬请收看13集系列片中国特产第八集 童古神奇翠竹 三年前一项大世界吉尼斯世界纪录 诞生于江西省尼春市的一个小县城 童古县 这在中国主产业界引起了很大轰动 这个就是上海大世界吉尼斯纪录上的 世界最大主键盘 那这么大的一个竹键盘到底是不是真的能用呢 咱们一起来试一下 巨大的竹键盘长两米多 17个人做了两个多月 用了8根上好的童古翠竹 大功告成 这是我第一次用这么大的键盘打出了走遍中国 除了这个巨大的竹子键盘以外 这里还有很多各式各样的现代风格的竹子制品 令人耳目一新 那么 童古人怎样把普通的竹子变成这些时尚产品的呢 江西省尼春市童古县 地处江西省西北部 修河上游 境内山丘连绵起伏 山地占总面积的87% 其中竹林分布204万亩 总数量达到5000多万克 从古至今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对竹子有着特殊的热 童古也被称为中国竹木建材之乡 叶大中 童古县有名的浩竹之人 在他的带领下 我们见到了具有一身竹子绝迹的李小青 他家后面就是满山茂密的竹林 砍竹子非常方便 不过上了山我们才知道 这砍竹子可有不少学问 哎 李老师 咱们要不砍这棵吧 我看这棵挺粗的 这个不能啊 为什么呀 在今年的竹子 今年的竹子 这就长了一年 长这么粗 我看这比周围的竹子都粗呀 是 那您怎么判断它一年的呀 它就是一年的竹子 就是它地上有这种毛 我们这个用竹子 有一句说法叫 留三砍四不留七 到一年就长这么大了 但这个竹子它是嫩竹子 竹子竹肉的那个密度不大 它坚硬度不够 如果现在我们拿来把它做成用具的话 热胀冷缩的话 它那个竹就变形 第四年的竹子就砍了用了 第五年竹子能用 第六年第七年以后的竹子 就是成为废竹了 老了 老了 那就直接把它砍来做下脚料用掉了 所以就是四年到七年是最坚实 四年到六年是最好的 看来这个竹子不能用 咱们再跟着李老师往前找找 李老师您带着 我们再看看前面有没有更合适的 这个竹子顶头呢 这个啊 是 我看这个没有刚才那个粗 而且比刚才那黄的 这个是有四年的竹子 四年了 您怎么判断它四年的呀 它更黄一点 先把它撒跑去 这个砍刀还挺快的 就砍着垫就能撅了呀 就断了 哦 这样就断了 新鲜竹子下了山 就有了做竹编的上烤材料 除此之外 李小青还有一大法宝 就是这跟随了多年的各种工具 你看这里 李师傅家里啊 它是十八般兵器 样样背心 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都是什么呀 我看着这个 像一个刀片似的 还挺重 这是开毛竹的 开毛竹 那柱子要刚才开开来 那用这把刀开开来 这个是一个木头的 然后上面还有一个刀片 这是干嘛用的呀 这是那些柱子 有些那柱子要刨 刨沿来 把它刨沿来 李师傅这个 看起来也不像刀 这是怎么用的呀 这个是 有些东西要把它转 转 就把它赶快转 我看就下面有一个钉子是吧 然后来回转来 就可以打出一个眼 是吗 是 太神奇了 看好的竹子 经过简单处理 根据要编的竹具要求 加工成不同的材料备用 由于多年与竹子打交道 李小青掌握了一套制作绝火 能够把这层五层洗掉 能够上面一层就洗到八层 把这个砍成八层 是啊 我们一起看一下 这个大概也就没有一厘米厚 对吧 这应该是大约是八毫米 然后它的八毫米的话 它去掉一层下面呢 不能用的面黄 上面呢 大约也就是六毫米的八层 六毫米超八层 也就是每层都不到一毫米 很快很熟练啊 而且我们听到那个 破竹子啪啪的声音 特别清脆 竹筋它也有竹筋 李小青今年五十五岁 十七岁就开始制作竹制品 同古人管这样的 做竹子的师傅叫灭匠 李小青就是远近闻名的灭匠 三十多年下来 做的各种竹器 遍布铜骨 村村振振 完全凭借手工 几分钟之内 竹片已经变得 可以透得过光线 这是做竹席 和竹婆罗的好材料 如果要编制其他竹具 竹子的加工过程也不同 这时工具的运用 显得更加重要 这加工好的细细的竹片 在李小青手中 会变成什么神奇的用具 同古人的生活中 不能没有竹子 除了居住的房子后面 要种些竹子 讨吉利 图食用以外 家家户户里 更是随处可见竹制品 你猜猜这个东西 是做什么用的 这个里面是空的 这个是照剩菜剩饭的吗 这个东西呢 有两个用处 我们在它下面放出火 割刀上面可以炕东西 烤 加热东西 第二个用处呢 如果冬天啊 我们在水塘那些抓鱼 水塘的水这么深 就下糖肝 看着鱼在哪 一针下去扣出来 哦 太神经了 你猜这个什么东西 这个 这个我知道 这个是扫床的 不是 啊 这是洗锅的 刷锅的 对 刷锅的 哦 这个 这个是烤火的 这个是刷锅的 这个是睡觉用的 煮席子 通过这些 我们不难看出 遍布生活的方方面面 具有极强的实用性 是同古竹产品的特别 与其他地区 精美的雕刻艺术品不同 朴实是同古竹子的性格 三十多年 与竹子打交道 使得李小青编制的竹制品 做工精致 坚固耐用 他编制的这个竹子用具 叫烧机 是同古农家必备的器具 有着特殊的用途 所以在工艺上更为讲究 这就是刚才李师傅做的烧机 完工了是吧 摸起来真光滑 对 这煮饭吃的 必须得非常精致 李老师 您做一个这样完整的烧机 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要一天时间 一整天才能做出来 对 那这个拿到市场上 您卖大概能卖多少钱 80到100块钱 的确编制竹具非常辛苦 但是童古人依然痴迷于竹子 这漫山遍野的竹子有什么魅力 又有着怎样的与众不同呢 古法之药 竹子真的能治病 美味损艳 吃竹确实很健康 请继续收看 童古神奇翠竹 在中国 竹子被赋予了君子精神 是季节的象征 千百年来 受到无数名人雅士 泼墨盛赞 而在童古 人们爱竹是无声的 在他们的眼里 竹子是一年的生活来源 全家的希望 竹采不但可以卖钱 而且还能治病 叶大中给我们展示了一种 童古人用竹子治病的古老方法 叶老师 您这个是在干嘛呢 我看架起来了 把四根竹子 用竹子烧竹油 做药的一种功用 烧竹油 竹子还能烧出油 待会一烧两边就出油 然后顺着这钩就留下来 咱就把它接起来了 那这竹油您说能做药啊 在我们这里农村里 传统的习惯用来 清火退烧的良药 叶大中说的竹油 就是竹粒 是竹子在加热过程中 竹子内部的水分形成的 自古就是中医治疗 化碳指和平喘的良药 叶老师我能闻一下吗 可以你闻一下 有一股熏烧的味儿 然后里面还有淡淡的竹子清香 它实际上是从竹子里烧出的竹油 所以它里面更多的是那种竹子的清香味儿 那这个东西现在能喝吗 现在就能喝 那我尝一口 可以 还有一种淡淡的甜味儿 对 因为竹子里面本身还有糖分 在我们烧的时候 它竹油把竹里面的糖分带出来了 所以你喝的有淡淡淡的甜味儿 与提取竹粒的点点滴滴不同 铜骨的五千万根毛竹 每年产出的竹笋数量惊人 由于铜骨良好的生态环境 这里出产的竹笋早就远近闻名 养育了一代一代的铜骨人 每年春天是铜骨人收获春笋的季节 这里一片繁忙 成千上万斤的春笋 从大山中走到千家万户的摊桌上 中国北宋时期的大文人苏东坡说 宁可食物肉不可居无竹 铜骨人不但居有竹 食更是有竹 铜骨竹笋燕 就是铜骨人的智慧和竹子美味的完美结合 冬笋 享誉中国尚好的食材 铜骨人认为 冬笋是所有笋中最美味的 我们走遍中国摄制组到来的季节 正赶上冬笋萌发的好时候 为了顺利挖到冬笋 我们找到了铜骨一位远近闻名的挖笋高手 郑顺生 46岁 12岁开始上山挖笋 是铜骨有名的挖笋大王 我12岁开始挖笋 起书也不太费挖 但是挖了一年以后 我特别会挖笋 就有经验了 我曾经15岁的时候 15岁我还是小孩 一天最多个挖过120斤东西 一天挖120斤 对 因为我那个时候个子小 个子小来我担不起 我自己只能挖60斤 其他请能挖人家 送了10斤笋给人家 就是人家找不着笋 您能找着 但是挖太多了 您又搬不动 所以请人来帮忙 对不对 哦 太有意思了 好手艺还要有好工具 挖冬笋就有专门的工具 笋笋 笋笋 这是挖笋 专门用挖笋的 专门用工具 哦 你这边是可以砍的 这边是可以挖的 在其他的时候 基本上不用这个工具 这个工具就是每年冬天 上山挖笋的时候 就每人带一把这个笋笋笋 笋笋是专用挖笋的 其他就是挖笋的 听了两位老师介绍 我现在已经跃跃欲试了 我今天要亲自挖一些冬笋 而且我相信 这些后面 漫山遍野这么多的主 我肯定满死而归 好啊 那你先试试看 如果实在挖不着了 咱再找师傅 这有什么难度 不会挖不着的 肯定没问题 那你试试看 看我自己的 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难 我们的外景记者 左挖右跑了半天 还是一无所获 哎呀 不是挖了半天 出了一身汗 一个冬笋的影子都没看着 这怎么回事啊 这个挖笋吧 不是一天两天 你就能挖着的 必须是天天在山上走的 那些挖笋的那些师傅们 他们就知道 哪片山有笋 那根竹子下面 哪个地方有笋 有多大 哦 这些都能看得出来 我们找师傅去 好好 看来这挖笋 里边还真有不少门的 咱们去往前 咱们师傅 找师傅去 郑顺生选了一块地方 挖了几下 一颗冬笋就露出了头 哎呀 挖开了一个是吧 是吧 哦 你看我们的师傅 这么快就挖掉一个小笋 那刚才您是怎么判断 说这块就有冬笋啊 这个竹笋 这个边是往下走的 我断定一下 这根竹子 哦像 像这边 这根竹子 跟 要不能是这边往上走 要不能是 往下走 我断定呢 因为前面没有竹子 这根往下走的 比例 百分之八十以上 所以我就把这里挖 把就 已经落外面 就挖出 就是刚才后面没有竹子 所以根肯定是 百分之八十是往这边走的 对的 哦 那这根竹子怎么就一定有呢 它是多少年的呀 它是两年的子竹 它的那个竹也比较茂盛 这根竹子 可以达到百分之八十以上 绝对有笋 而且看着它挺粗的是吧 对 那个竹子越粗 笋就越大 原来挖笋最重要的是选对竹子 然后顺着根挖 就一定会有收获 今天我们天没亮的出发 进山 终于在郑老师的带领下 我们挖到了这么一大堆的冬笋 今天也体会到了挖冬笋 确实是不容易 所以我们在品尝这个美味冬笋的同时 千万不要忘了 常年在山上的挖笋人 童谷县有超过百分之七十的客家人 客家人崇尚自然健康的饮食习惯 特别青睐吃竹笋 无论是日常生活 还是接待来宾 竹笋都是餐桌上的必备食物 新鲜的冬笋经过简单加工 去壳切片 加上自制的腊肉 就做成了一道童谷客家名菜 冬笋腊肉 除了冬笋以外 这里用于食用的笋类还有好几种 这个笋弯弯的像一个吸牛角 这个低一点 对像一个吸牛角 很漂亮的 这就是我们的用春笋做的罐头笋 罐头笋 就是经过加工处理过的 对 这种笋呢 它是小粥 这种小笋在我们满山片也都是 这就是笋衣 这个笋衣就是从这种春笋上 在加工过程中包下来的 这是铜谷特殊工艺制作的一种叫 鸣笋的笋 这个好像是经过加工的 颜色都跟其他的不一样 而且它好像比其他都大 腌笋和鸣笋比起来 腌笋看上去颜色更黑 但是腌笋吃起来会比鸣笋 口感要嫩很多很多 铜谷人做笋 要配上土鸡 腌肉 青椒等辅料 味道鲜美 更重要的是健康 我们铜谷人 天天都要吃笋 餐餐都离不开笋 吃笋有两大好处 第一 笋是出现为有助消化 第二 笋是天然食品 它富含很多氨基酸成分 你不能说我们铜谷人健康长寿呢 这也是一个秘诀 有这个说法叫 三天不吃笋 他心神都不稳 这么夸张吗 看来真是铜谷人啊 自古以来都特别爱吃笋和笋制品啊 也难怪铜谷人能发明出这么多笋的做法 那叶老师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赶快点吃吧 来来来来 这个最好吃的 咽笋 看着不好看 但是非常非常嫩的 尝尝看 看起来干干的 但其实很嫩啊 很脆 对 每位健康的竹笋 吸引着四面八方的人 走进大山前来品尝 因竹而复的铜谷人 却把眼光看向了山外的世界 聪明勤劳的他们 改写了世界竹子加工的历史 创造了竹子新的神奇 天字良台 铜谷竹子为何与众不同 创新设计 竹子焕发新感觉 请继续收看铜谷 神奇翠竹 竹子是世界上生长速度最快的植物 有些竹子地上部分的空心晶 每天可长四十厘米 成材快 数量多 所以从过至今 竹子都被用于生活中的各个方面 包括烧火 造纸 建房 打猎 耕田 到竹边 竹地板 竹家具等等 随着时代发展 竹制品受到很多新兴材料的冲击 传统的竹子加工产业 也遇到了瓶颈 冯续权 从事竹子深加工行业二十多年 这个获得大世界基尼斯记录的巨型键盘 就是出自他的手下 当时您是怎么有一个灵感 就是用竹子作为原料来制成 像键盘呀 鼠标 U盘这些现代化的产品的 因为我们前期是生产那个竹地板呀 你像这个 还有一些工艺品呢 后面08年京东危机以后 我们想提高竹子的附加值 才来开发新产品 当时灵感是这样的 我在个朋友家里做客 他是做IT行业的 他说如果你有即时应用到我们IT行业 那该多好啊 诞生一个好的想法 只是前提 竹子不同于塑料 要想做出替代传统塑料的产品 首先在制作过程中 要攻克很多难题 主要是那个要竹子要解决那个 生煤呀 变形呀 开裂的一些问题 当时我们年发了两年的时候 我们04年开始年发 到06年的时候 产品新年出的一些产品 但是它一米下来的时候 会掉下来会晒烂 第二个是到东北 那个零下35度 到那个高温60多度之后 它就开裂 一个竹子键盘的诞生 比传统键盘要复杂得多 新收的毛主 首先经过简单的分片蒸煮 归正成统一长度宽度的毛皮原料 然后进入到这个巨大的高压蒸锅 进行特殊的处理 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多的竹子 从我身后的这个大蒸锅里 冒着热气出来 其实它有一个科学的名称叫做看话 经过这样弹化加工的竹子呢 它通过高温高压 可以保证在日后就变形 不开裂 而经过弹化加工的竹子 它后面还有几十道工序 才能变成我们看到 非常精美的竹山铁 就这样 实际道工序以后 形成板材 来到先进的模具车间 进行精加工 冯续权研发的专利技术 使得竹子原本存在的问题 得到了解决 此时我们也终于了解到 竹骨竹子与众不同之处 因为我们这里加工制作一些工艺品 都是采取当地一些梦中竹 它的那个狼跟青比较厚 它适应竹材加工 它的密度大 硬度大 所以我们这个做出的东西 非常的结实 在一米 因为我们办公室一般都是 一米五左右 一米到两米 三下就不会烂 从历史上改变 你不信你可以试试看 这个现在一米多摔 对对对 一二米都不会坏 一二米都不会坏 你确定要让我试一下 对对 这个差不多有一米多了吧 一米多一二米都没问题 真的确定啊 好没问题的 拿出来你过去 哎呦我看这四个角 一点都没坏也没变形 对 一张键盘从原料到成品 需要七十多道工序 经过最后的组装 一张张精美的竹子键盘 展现在我们的眼前 除了竹键盘以外 竹子在这里被用在了许多现代产品的制作中 比如U盘平板电脑保护套 计算器电脑等等 竹子可再生 据统计 一百万套竹键盘 可以节约塑料四百五十七吨 节约石油一万多吨 低碳环保效果极其明显 除此之外 竹子还有防辐射抗静电的功能 特别是还带动了竹谷县 一万多户农民增收 如今竹谷县的现代竹产品 已经出口到世界三十三个国家 小小竹子成就了大万丈 在我们的攀设即将结束的时候 我们的记者收到了一份小礼物 一个竹片吧 对 现在你拿的是竹片 马上就把它变成你的名片 名片 你的名片 想不想看一看它怎么变成的 当然想啊 咱们现在就能做是吗 现在马上就能做 利用先进的激光技术 十几秒钟 一张竹子名片就做好了 这么快就做好了 这名片太精致了 我都不舍得送人了 这张可能我自己留着 留着做收藏吧 是 来到铜谷我们吃了竹餐 然后我们还看到了很多竹子的制品 现在又做了一张这么精致的竹子名片 那如果大家有机会来到铜谷的话 也可以做一张这个竹子做的名片 保证高端大气上档次 小小的名片 代表着千百年来竹子的用途发生了改变 智慧的铜谷人 让毛竹走向了世界 焕发了新的生命 而铜谷人对毛竹 朴实的爱 依旧美变 房前屋后 笔直的神奇毛竹 支撑的依然是铜谷人的 幸福生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